有機會你們可以試試 這個點心超好吃的 烤紫菜酥 還沒加鹽 加一點鹽巴會更好吃 這個鍋子要用這種的 一個蒸盤在上面 然後底下空鍋下去烤 這個是一個蒸盤 下面是一個空鍋 這個烤紫菜酥 烤那個披薩都很方便 這個烤紫菜酥的方法 用這種鍋子很方便 不容易烤焦 不用幾秒 就 就會烤的酥酥脆脆的 先給他加一點油 然後每一個都給他沾一點油 沾平均 就可以烤了 很快 很快 哇 我之前用烤肉網 不方便 炒菜鍋也很容易不好炒 這個 這種 有隔 隔著火 裡面是中空的 這個等於是下面可以蒸東西的鍋子 這很方便 現在下去烤 好 好 好 吃了 是不是要打個燈光 你們看得比較清楚 這個光的好像太黑了 看不到 好 好像還沒有 等下你吃起來有酥脆的時候就差不多了 烤紫菜酥超好吃的 有點像那個 就是海苔 有的人喜歡吃海苔 自己烤的紫菜酥 自己烤的紫菜酥 比較沒有添加物 你們看 超酥脆的 酥不了 這點太好吃了 直接烤紫菜酥 你們在家如果有烤箱的話 用烤箱烤也可以 很方便 很方便 你要用自己用 家裡的那個瓦斯爐的大炒鍋 炒紫菜酥也是可以 就是火候不好控制 喔 太好吃了 放到罐子裡 吃一小塊一小塊 放到罐子裡 然後 撒煙 就跟你在外面賣的那個海苔 口味沒有差很多 超好吃的 然後撒鹽 好了 吃一吃 我要做一罐 我 我有 我有放乾燥劑了 所以我就沒有冰冰箱了 然後 壞眼蠻快就吃完了 真的實在太好吃了 不然一口接一口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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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先來